其實youtube這個名詞也是最近才慢慢好像才有聽到 以前剛開始叫youtube 這個R是大概最近這一兩年吧 我才慢慢聽到說 各位好 我是youtuber 我是youtuber 突然聽到感覺 怎麼會突然有這個名稱出現 那也就是說其實加一個R 實際上就是說他的本業就是在做youtube的影片 實際上他每天就是要固定時間上傳影片 而且變成他一個主要收入來源 以前可能你還想不到 但是現在慢慢變成好像 大家好像覺得這已經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大概整理了幾個部分 第一個台灣youtuber前10名他們的收入依序 第二個台灣youtuber訂閱人數 其實訂閱人數不表示他的收入 但是其實 等於就是說他至少他的粉絲人數 因為訂閱表示說他至少是跟follow他的影片 那一般人是怎麼樣去利用youtube去賺錢 當然我們不是專門是討論到賺錢 不過我是覺得 以大學你畢業之後你的收入不高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要怎麼樣能夠真的畢業之後你的收入是比別人高 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有其必要性你去了解一下 那不是說這個憑空老闆就要給你很高的薪水 因為我一直強調一般企業的老闆都不是吃素的 也沒有佛心 而且也不是慈善事業 所以基本上他不太可能是會很佛心的對待你 但是相對他可能是根據什麼 根據你的能夠幫公司賺到多少錢 給你多少薪水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幾個比較重要的 這個幾個youtube裡面大概 那第一個我們稍微了解一下youtube前10名的排序 這個我想應該你自己在看那個報紙或者是新聞裡面有介紹到 應該不是會 排名我想一般不是很訝異 不過有一些可能 有些可能你有看過 但有一些你可能沒看過 第一名我想應該他蠻紅的 而且之前 他因為有一些那個官司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還蠻常上媒體的 他最近好像也有好像一審 不知道他審判的結果如何 你也許各位如果有興趣 也Google一下古阿末吧 然後他的薪水 大概約末是1413萬 OK 而且他年紀好像還蠻輕的 我印象中他好像不到30歲 所以以這樣的年紀來看的話 他已經算是蠻不錯的 而且我印象中他好像是哪裡畢業的 所以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他是志工系是沒錯 我印象中他是 那個學校叫什麼 在好像在那個哪裡 土層還是哪裡 知道他哪裡畢業的嗎 是嗎 可以Google一下他的學經歷 不過也不是很重要啦 我是記得他年紀還蠻輕的 第二個是這個 這群人應該各位有聽過這個 這群人吧 那這群人最早發機 是有一個影片 什麼叫什麼 機動妹吧 淡定哥 有沒有有一個影片 因為這樣的關係 然後呢 很多那個新聞媒體也有報導他們 他們剛開始曾經有一度想要放棄 因為撐不下去 他們拍了很多影片 但是呢 收入並不足以支撐 他們每一個人的就是需求 就是工作 經濟上的需求 所以他們曾經有一度想要放棄 另外這個什麼 蔡阿嘎我想各位應該看過了 然後什麼 這個阿神 蔡 這什麼 這什麼 蔡 蔡渣 那他是 拍桌遊 桌遊 桌遊也可以八百多萬 哇好厲害 反正他就是一群人大概玩桌遊 玩給大家看就對了 OK 所以其實也是 玩給你看也可以玩出一片天 OK 所以其實只要那個東西大家都有興趣 不過至少前十名的 他們的那個收入都是在 至少七百萬起跳 哇 一個年輕人 還沒 就是說呢 還沒有三十歲以前能夠年薪七百萬 應該已經算不錯了 所以這個當然 不過前提是 真的是 真的要非常努力啦 我想你們應該有看過 這些人他們的心路歷程 其實都會蠻心 但是要堅持就對了 堅持做一件事情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訂閱 人數排行榜 這個好像跟觀看 也有點點關係啦 你會發現那個訂閱的 最多還是這個啦 這群人 訂閱人數 快要兩百萬 哇快兩百萬天啊 已經兩百萬了 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OK 蔡阿嘎的話呢 有大概一百 五十萬 那蔡阿嘎其實也蠻厲害的 這部分 他其實就搞笑了 搞笑功力其實還蠻夠 所以他現在的總觀看次數的話 也已經百萬千萬億 三十三億了 然後這個阿神這個是幹嘛的 我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我兒子有在看 可是我不認識這個 然後呢還有聖傑石 古阿末 等等的這些東西 這些人 可是他這邊有了 遊戲實況主 所以如果說將來呢 也就是說啦 未來的那個 那個 支援規劃 說真的你 有些工作 在你畢業之前 他還沒出現 有也就是說呢 現在會有很多工作 其實正慢慢的產生 就像YouTube 在你爸媽那一輩 你跟他講YouTube他可能聽不懂 或者你跟他講說 我的職業呢 就是拍影片 或者拍YouTube 他可能更聽不懂 他覺得這什麼 真的能賺錢嗎 不過你跟他講說 我的收入多少 他可能 真的嗎 有這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 實際上呢 慢慢在轉移當中 那當然 此消彼長嘛 也就是說YouTube 他如果成長 那相對的 其實 以前的電視媒體 相對的也會受到影響 無論是無限的或有限的 也就慢慢的轉移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就是訂閱人數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 其他還有什麼訂閱人數的排行榜 這邊還有個放火 昨天我看到這個新聞 放火 我剛剛也不知道什麼叫放火 他好像現在才幾歲而已 不到 19歲嘛 不到20歲 不過那個新聞標題說 大家看到他那個光鮮亮麗啊 搞笑的一面 其實忽略了 其實他的 什麼 聲勢 是很心酸的 他就報道說 他好像是 他爸媽禮異 然後把他一個人放在新加坡念大學 諸如此類的 所以他偶爾就是拍一些搞笑影片 娛樂大家 OK 所以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什麼老皮 老皮是剛剛 老皮是做什麼 實況 那那個什麼 安秋 秋咪 這個 這個我認識他 因為我女兒常在看他 而且他好像跟那個什麼小玉有合唱 那個 而且我女兒很喜歡聽那首歌 本來是什麼 那個誰誰唱的 所以這邊有個小玉 OK 那其他還有這些 甚至聖結石什麼聖嫂 也弄了一個影片 然後呢 做什麼 試吃美妝 那其實我女兒也很喜歡看這個 常常就看試吃 然後看完之後 然後還有試玩 而且小朋友最喜歡看那個試玩玩具 那看完之後還放給我看說 爸爸我想要買這個東西 OK 所以 這些YouTube 可能還是要幫他篩選一下 也許 有些 有些 可能 有廣告嫌疑就把那些封鎖起來 否則小朋友都 好 那 要怎麼樣能夠真的賺到錢 實際上 簡單講起來 YouTube的收入來源 其實 大概可以分成三種 不過目前來看 台灣以這個為準 廣告分論 那這個所謂的廣告分論 實際上就是說 你只要影片有觀看次數 上面只要呢 有人點擊之後 你會發現第一個 他會先秀一個 好像進去之前有個廣告 那進去之後 底下有個廣告 諸如此類 這些其實都算廣告 那 也就是說呢 當然有觀看就會有廣告的收益 那YouTube的話 才會跟你拆帳 還有一種就是說 如果有廣告 而且使用者也有點擊的話 點擊之後會跳到另外一頁面 那這樣子也有廣告 那基本上 以我那個 我自己頻道的那個觀察 大概 觀看次數 差不多一千次 你大概會有 獲益大概是一塊錢美金 觀看 如果以觀看次數來看的話 如果你的影片 被觀看次數一千次 大概可以獲得一塊錢美金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不過當然另外有一個叫什麼 窘心人吧 他有公佈說 大概兩千觀看次數 才有一塊錢美金 不過我想應該是 每個頻道內容不一樣 那 只要有人點擊 所以這個有點像小 有點像什麼 給小費的那種觀念 人家覺得你這影片好 就會去點擊你的廣告 諸如此類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 假設我們今天是 以那個一千次 一塊錢美金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賺到三萬塊 大概就一千 一千塊美金 如果一個月的話 那也就一個月 你要達到有三萬塊 台幣的收入的話 大概就是要有一百萬 就是一個月 要有一百萬個觀看次數 你就會得到大概三萬塊的收入了 不過前提是你要有 一個月要一百萬個觀看次數 OK 其他還有什麼超級留言 另外還有什麼YouTube的Rate 不過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有點像有一些 可能你的超級粉絲吧 他願意多付你一些費用 當然OK 再來還有就是說 其實YouTube現在有一個叫付費頻道 也就是那個頻道 你要觀看的話 你必須要付費 OK 那諸如此類的 他有一些付費的機制 可以達到就是說 那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讓各位了解一下 實際上目前的YouTube 不是只有可以讓我們 就是傳影片 他當然還可以獲利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讓你的影片能夠受到歡迎 再來我們要來看一下就是 如何進到YouTube 並且能夠在YouTube上面建立一些東西 那請各位第一個 也許你先把那個你的YouTube先開 先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他有建立頻道 那等一下我會教各位怎麼樣開始 但第一件事情 可能要先上傳你的YouTube影片 那上傳YouTube影片之前 可能我們要有一些練習的檔案 練習檔案哪邊找最好 特別需要如果你要找練習檔的話 你可以從YouTube找 我們找也許YouTube上面的東西吧 然後從YouTube上面的東西 再把它抓下來 不過可能需要做剪輯 然後再把它上傳 OK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看就是 如何利用那個YouTube上面的那個資源 然後呢我們做一些 明镜与点点栏目